哈喽,亲爱的小伙伴们,大家好,我是呆呆,欢迎来到呆呆的熔岩空岛,这一次我们将会继续探索其他的空岛,争取把宝宝早点给救出来,上一次小伙伴提醒我说,呆呆,上一次你去的这个树木空岛,上面还有一个箱子,结果呆呆眼瞎好像没有看到,多亏这位小伙伴给我提醒了一下,然后我这一次把这个箱子给他拿走, 这个箱子是在这个上面啊,哦,果然是在这里,我们打开,有一个抗火药水,好的,我们先拿走,还有一个回程石,这回程石我们还是很多的啊,然后我们在这里呢,先放起来,这边还有一些铁钉,也拿着,这边呢,还有一个心意方块,哇塞,这,不是太酷了吧,钻石剑, 截之克星,哇,六级了,六级了,六级了,好的,这一次,哎呀,又刷新出来了,太棒了,走开,啊,青金石矿石,先拿着,然后我们就可以回去了,这边的幸运方块应该已经刷新了,我们把它砸开,哎呀,哎呀, 太难受了,一不小心砸到岩浆里面了,哎,掉的是啥东西,我们也没有看到,先吃点蛋糕,好的,走,我们看看鸡血岛上面有什么,好像有一个箱子,哦,上面还有一个幸运方块,我们先把它砸开, 多亏自己有刷石剑,不然这么多石头,我从哪里找啊,这里的木头还是比较稀少的,突兀的几棵空岛上面,稀稀拉拉的几棵树,感觉不够我用的呀,所以说这个树木,我们要节省一点使用, OK,我们终于过来了,哼,箱子里面是什么,两个熔岩浮石,好,我们先拿着,两棵橡树苗,哼,我们刚说完,自己的树比较少,就送给了我们两棵树苗,不错不错,先把这砸开,啊,就,就一个种子,这太少了吧, 好,既然来到这个岛屿上面了,然后我们来看看啊,有没有什么好东西,哟,这,还有一个地牢,我们还是小心一点为妙,慢慢的下去,插上一个火把, 这边有一个烧怪龙,嘿嘿,插一个火把,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必要把它给撸掉了,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收集很多很多的骨粉,上一次还是小伙伴告诉我的呢,三个熔岩浮石,不错,还有胡萝卜,夜市药水,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处理浪了, 好了,这,要不把它撸掉吧,好嘞,打死你,我倒,来,让我们看看,这个心意方块里面有什么,嗯? 持利夫的头颅,没用啊,感觉放到箱子里面吧,把没用的东西啊,先放到箱子里面,骨头也放进去吧,好了,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符石都拿过来,一共有八个符石,走,我们要把我们的符石换成共有符石,OK,现在是熔岩海下降,走走走,我们这样就可以探索其他的岛屿了,我们来看一看, 哇,这个岩浆终于下降了,这边还有一个幸运方块空岛,上面还有一个箱子,好,下一次我们就去我们前面这个幸运方块空岛上面,看看上面有什么好东西没有